李投诉中间新闻来处理 台中有人开车在路上的时候 有一位警察他要去拦截闯红灯的摩托车 突然就冲上了路中间 让这个开车的人差点就撞上去了 当时呢他有跟这个警察反应 结果被警察呛吓 那么台中六分局交通分队就讲说 当时的车速并不快 原警取缔并没有造成危险 应该是没有执法过当的问题 汽车驾驶狂骂脏话 开车开到一半 远警大步一跨冲上马路 车上女驾驶开窗和远警理论 你摩托车啦 你实在 他太危险了 他如果说一些开比较快 就直接撞下去了 警察执行攻防我们又撞到 我又不想撞到他 那这个责任要怎么理清 不只是女驾驶 就连男驾驶也都觉得远警取力 太过危险 当时这名远警从马路边 横跨一个车道要拦截 紧跟在汽车后方的闯红的登机车 但因为左手没有打手势 让驾驶措手不及 那违规的机车又紧跟了 在一部自小客车的后方 当时的车流不大 而且车速非常的缓慢 在安全无语的故意之下 所以趋钱去做拦查 交通队长说 当时时速应该在20到30左右 车速不快 远警判断没有安全疑虑后 才开始取递 并表明一定会先用打手势的方式 示意前方的车辆主意 在吹哨拦阻汽车后方的机车 但是根据行车记录器画面 该名远警疑似太过着急 取递闯红的机车忘了打手势 而车主也疑似因为开车不注意 才会被远警吓到 幸好都没有出事 但民众想问 这样的执法方式会不会有点太激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